下面我们开始勾第五排了 勾第五排的时候开始学习换色 同时我们看一下我们的鞋子 我们鞋子两边的弧度是不一样的 所以在勾边的过程中 就会发现两边一边高一边低 如果出现这种情况的话 那我们低的一边就空一个孔 在第二个孔内固定 同样的如果另外一支是右手边高了 左手边低了 那我们左手边也是空一个孔 在第二个孔内固定 总之是低的一边空一张高的一边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茜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杨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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茜茜 明镜茜茜茜茜 杨茜茜茜 小文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 全部都是勾在 第三排的两 yourself瓣中间 一共勾五臣 中文字幕志愿者 谢谢观看 好 五针勾好了以后我们继续拿出黑色绕线 前面四并一 后面二并一 一斤黑色 然后拿出红色 这个时候注意一下黑色的线不用了 先拿到右手边 我们最后一针还是插入上一排的最后一针后面的这一个小变针内 一定记住是小变针内 我们的小变针呢就是我们的上斜线 小变针呢就是上了这一圈线 一定要记住 绕线朝同一个孔内 线勾出一个中长针 还是在上一排的固定针 相邻的这一个小变针内 把线勾出来 控制线勾过来 拉紧 这样子我们第五排就完成了 下面开始勾第六排 第六排的时候我们来看一下我们的图纸 还是两针之后换黑色 这里也是黑色以后剩下两针 这样子我们以第一针为参考物 也就是朝前一针 我们每勾一排呢都要整理一下 而且要看一下两边是否平行 一定要注意一下这一点 我们这里呢是第三针换颜色 我们蓝色的是第七排的第四针换颜色 这里呢我们主要是学习一个换线的方式方法 具体是第几针的话 一定是参考自己写满的图纸 还是在相邻的小变针内插针过去 把线勾过来 一针固定 还是在上一排的第一针后面的孔内 也就是小变针内固定 一针 现在够的是第六排 我们插在的是第四排的第一针的 两针中间 好两针以后换黑色 黑色 黑色前面一针 黑色前面一针 一定要记住是四并一 二并一 好一针黑色以后继续换红色 中间红色部分我们快速个完 这个地方 我们先让我们看到的 好 黑色朝后一针 黑色已经勾好了以后继续换粉色 黑色的但是不用了 我们先拿到右手边 粉色最后一针继续插入上一排的最后一针相邻的小边之内 好 继续穿入上一排的固定针相邻的这一个小边之内 控制线勾过来 拉紧 每针一排都要用手来整理一下 下面我们来学习第七排 我们来先看一下我们的图纸 一针以后三针黑色 然后五针绿色 三针黑色 像您的小边之内 像您的小边之内 第一针的前面一个孔内 小边之内 勾一针粉色 第二针的时候就是换黑色 一定要注意拉过来线的这个松紧度和鸡片保持匀秤 勾三针黑色 2针的ief nurt 2针的位置 2针的那支 1针的鑽 三针黑色以后继续拿出五针绿色 直接挂在钩针上面 挂的时候我们注意看一下 短的线在后面 长的线在前面 插入下一个孔内 4并1 2并1 一共是五针绿色 我们在勾的时候一定要注意把不用的线都要勾到我们的枝片里面 全部都放在钩针的上面 这样子就包在鸡片里了 一二三四五 五针以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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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换黑色 三针黑色 这里注意一下 我们先勾一针黑色的时候 就把不用的绿色先拿到右手边了 绿色线头我们可以把它剪掉 也可以把它勾在枝片里面 三针黑色以后 继续 拿出红色 勾最后一针 位置不变 这个时候我们可以把黑色的 带的稍微紧一点点 拿到右手边 把最后一个中长针勾完 还是在相邻的小便针内固定 空子先拉过来 好 每一次都要用手来整理一下